我会有任何人在身上 我会有任何人在身上 你会有任何人在身上 我会有任何人在身上 由金秀贤 金志源主演的热播剧《泪之女王》 是近期口碑超好 收视率最高的韩剧 其中金秀贤在剧中饰演的豪门 坠续白贤又 是个样样精通的居家好男人 想不到现实中的欧巴手艺也超精湛 以往展示的超强刀工 折衣技术等 立马在网上掀起热议 金秀贤在《泪之女王》 饰演豪门坠续白贤又 在财阀千金海人面前装柔弱 但实则是个拥有着高颜值 以第一名的成绩 毕业于首尔大学法律系 海军陆战队中特别警卫部队出身 包办洪家的大小式的完美男人 因为夫妻之间长期缺乏沟通 处处被岳家人轻视刁难等的情况下 使他产生了离婚的想法 直到得知海人患病 原本以为这是安全逃脱岳家的机会 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在意妻子 最近韩网有一篇标题为 《首艺精湛的演员金秀贤》的文章 内容包括金秀贤之前 不经意展示了居家男人的一面物 看了小编只想说 我们金演员是天生就要扮演白女婿 这个角色的吧 官方日前公开的幕后花絮中 正在拍摄贤右帮海人 金智元氏吹头发的场面 一开始还很不熟练的金秀贤 经过造型师的指点后一秒上手 像专业的发型师一般 成功地吹出了韩系C字卷 接着是在公开活动中 展现能够在UNIQLO打工的折衣技术 是说欧巴也太熟练了吧 最后是金秀贤2022年上传的西瓜特写照 而这看似普通的照片 其实隐藏着他惊人的刀工实力 仔细一看 西瓜是被整齐且有规则 不断开的情况下切开的 不愧是白女婿呀 近日 有演员金秀贤和金志元主演的TVN电视剧 《类之女王热播》 收视率突破20% 持续创下高收视记录 自播出以来 已连续6周刷新自家最高收视率 上周首都圈平均收视达到了23.2%的惊人数字 该剧的每周影片观看次数 也达到了1.88一次 居首位 《类之女王》因演员们精湛演技 而持续成为话题中心 特别是完美全市高傲财阀三世红海人的金志元 受到了大众的热烈喜爱 在这当中 有消息传出原本由 IAU你定 接眼红海人一角 去年4月 《类之女王》的编剧朴志恩 在准备这部讲述 财阀故事的新剧时 最先考虑的就是IAU 朴志恩作为知名的星级编剧 曾创作过《贤内著女王》 《顺藤而上的你》 制作人们《蓝色海洋的传说》和《爱的迫降》等剧本 当朴志恩的新作受到极大关注时 一度传出他将与IAU合作的消息 因此话题不断 尤其在朴志恩的制作人们中 IAU已经与金秀贤有过成功合作 外界对两人是否能再次擦出火花 充满期待 然而 IAU最终拒绝了这部戏 当时他的经纪公司 Edom Entertainment表示 确实收到了朴志恩作家的新作邀请 但已经正式婉拒了 朴志恩随后寻找新的红海人人选 最终确定由于红海人形象高度契合的金志源出演 使他自2010年出道以来 迎来了个人事业的高峰 得知此消息的网友们表现出多样的反应 部分网友表示 幸好是金志源出演 IAU也很适合 如果是IAU的话 可能会有属于他的独特角色 无法想象非金志源的红海人 看来真的是命中注定的红海人 《类之女王》展现出了包括白贤佑 金秀贤饰演和红海人等丰富的人物关系 带给观众欢笑与泪水 该剧每周六日晚上9点20分播出 韩剧演员郭东岩凭借《类之女王》中的 红秀哲角色吸粉 其趣味表情和台词备受关注 他在FNC娱乐曾担任练习生 16岁世间后加入国民剧 演技在黑道律师文森佐中获赞 私下个性好相处 与朴宝剑是好友 感情史单纯 理想型是金所炫 每次看韩剧 总会有这种时候 原本看一个人特别烦 但后来却很爱看他的戏份 例如《类之女王》的 喊人弟弟郭东岩 他在剧中饰演 惧怕强势姐姐的弟弟洪秀哲 同时又是个老婆傻瓜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 总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反应 趣味表情跟台词为他吸了不少兴奋 如果你也喜欢上这位演员 那么赶紧来认识他吧 最新对白提到香菜太幽默 粉丝们纷纷到社交媒体账号留言 昨天郭东岩在社交媒体账号写下 皇帝陛下 请把香菜去掉 惹来大批粉丝带楼留言 这段对白源自最新剧情 为了打探消息 洪秀哲被迫假装是中国商人 他在情急之下脱口说出 老板 不要香菜 之后又补了一句 请把香菜拿走 因为在韩国 讨厌香菜的人还不少 一段意外的小插曲 让剧迷很有共鸣 听完他的语气 真的忍不住想问他 到底多讨厌香菜 14岁 从大田到首尔追梦 原本一心想当偶像 郭东岩原来在成为演员前 他是在FNC娱乐里的小不点乐团 担任练习生 而且为了成为偶像 1997年生的他 14岁就从大田搬到首尔追梦 自此开始独自生活 当然 这也是趣味话 其实外界得知他的年纪后 都感到十分惊讶 因为他才27岁 却长了一张年过30的熟男脸 不过这也为他开广更多戏路啊 努力研究试镜 16岁加入国民剧《顺藤而上的你》 那原本是想当歌手 为什么会转而成为演员 全是因为公司看见他在演戏的才华 因此在他16岁时 让他去试镜 后来被誉为2012年国民电视剧的《顺藤而上的你》 《顺藤而上的你》 《顺藤时要说》的台词 只有是 还有不吃两句 当时因为不知道怎么准备 郭东岩研究了角色的人物分析 被选上演出后 自此决定以演员为目标 黑道律师文森佐演出被大赞 自认是演技转折点 此后 郭东岩持续演出不少作品 不过真正令他受到注目的角色 就是2021年在黑道律师文森佐 出演傀儡会长张汉书 表面是个被哥哥控制控的角色 但人前人后展现的面貌却很不一样 其丰富的表情 让看剧的剧迷都大赞 很慧眼 他也坦言 黑道律师文森佐是自己的演技转折点 与朴宝剑是好友 曾一起夜游南山 虽然荧幕上的形象 经常扮演有钱人家的少爷 不过私下的他可不像洪秀哲 个性很好相处 每拍完一部戏剧 就会跟剧中演员变成好兄弟 例如 在拍完云画的月光后 跟饰演王柿子朴宝剑 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两人除了在晚上一起去南山塔玩 还联合奖励剧组人员到菲律宾旅游 光看两大帅哥的合照 心情也跟着开花 感情史单纯 李响型是金锁炫 郭东妍在《泪之女王》中相当宠爱妻子 所以戏外她的感情世界 现在大家大概也颇为好奇吧 她在出道后虽然没有公开的女友 但曾经在节目中分享李响型是童星出身的金锁炫 一度引发热议 不过她后来急忙解释 是因为彼此有很亲近的朋友 所以才说是她 而且担心给金锁炫造成麻烦 她还打去道歉 真是很有趣 不过两人年纪相近 如果真的有好事 那也是很祝福 因为看了《泪之女王》 注意到郭东妍这位新生代男星 但了解私下的她后 也被努力认真演戏的郭演员给吸引 期待新的一集释出 每次有红袖折 二刷才过瘾啊